国防部长邱国正日前出席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实施面对中共常态化 对我侵扰与威胁之影响与应处作为专案报告 除感谢委员会对国防事务的支持 并针对专案报告内容进行说明 邱部长表示 中共常利用各项模糊的错假讯息 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 尤其有心人士刻意将军事跟政治议题混合 因此各方领导人必须有盛战的智慧 将对方企图混淆的讯息 加以厘清划分 邱部长指出 面对中共军事威胁与灰色地带侵扰 国军秉持不引发事端不升高冲突的原则 使征维持严密的联合情见证作为 持续强化战备整备 审慎应对维护国家安全 国防部副参谋总长蒋中将 日行由国防部各连参陪同 先后前往左营及西津 市岛建址部所属舰队 执行年度操演任务整备情形 提出工作指导 并未免官兵努力战备操演辛劳 蒋副总长于工作指导时 勤勉各参演舰队 演习手中安全 操演全程 因掌握人员与装备状况 加以管控 务必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 完成操演任务 此外 蒋副总长也提醒各级干部 因熟悉舰艇武器 装备性能 做好全班规划 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预拟应变作为 藉由操演加以验证 在磨练战技战术的过程中 提升训练成效 确实达到操演目的 海军113年 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国内环岛航训 日前靠拨苏澳港及基隆港 并开放地方民众 入港欣赏操演及登舰参观 开幕仪式 邀请各界贵宾与会 随后并登上磐石军舰 参观海军现役武器装备 及文权馆 了解我国先进科技 国防自主 及人文艺术发展的丰硕成果 开幕议事结束后 由海军官校 虎豪乐队 陆战仪队 及举全队 带来精彩操演 赢得现场民众 热烈的欢呼与掌声 现场也开放民众 与操演官兵合影聊念 进一步拉近居民距离 增进全民国防成效 支队后续将访问马工 台中安平等港口 不仅是建立海军 与民众交流的契机 也是增进全民国防理念的 重要活动 欢迎民众把握难得的机会 亲临现场 感受我国海军的风采 国防部日前 在国防大学 复兴钢校区 举办民国113年 提升性别平等意识 巡回奖席 召集北部地区单位主官 事官督导长 及官兵代表与会 针对性别主流化 认识C多 及尊重多元性别 性平三法 及其修法重点介绍 实施讲演 此外奖席中 特别安排国防部 政务办公室 导读消除刻板印象 提升女性人力运用的 金国英豪书籍 同时邀请书中的 受访官兵现身说法 与官兵分享 军旅生涯过程 最后由自援司 仁次市 总督察长市 政办市 境外聘奖士 与各单位主观实施座谈 以及性别议题案例 及法令宣导 借以建立友善的 性别平等环境 让官兵弟兄姐妹们 都能在安全 且受尊重的环境中 执行战备任务 为提升心理素质 与战场抗压 步兵两动三旅 151 2226T次一南 日前在教官引导下 顺利完成手榴弹 实弹投职 近距离感受爆破的 生压与威力 同时验证训练成果 过程中 一南们在 应张口令引导下 依序站上手榴弹 投职阵地 现场教官 以准则要求 以严谨态度 指导每个动作 同时事实缓解 一南紧张情绪 随着手榴弹 顺利在目标区爆炸 代表他们成功投职 也奠定游民转军的根基 为强化战备部队 临战应变能力 陆军四三炮纸部炮三营 日前执行战备征询训练 模拟战时 应援重要目标任务 磨练官兵应变处置作为 清晨扶晓 战备部队在营区 完成命令下达 战备检查 车队行前检查后 以中型战术轮车 托运155公里 牵引榴弹炮 迅速机动前往战术位置 进行阵地占领 完成炮尾架设 摄像赋予及掩蔽等动作 并执行联合操作训练 介意磨练个人战绩 提升部队应急质变能力 展现捍卫国家安全的 意志与信念